诶 这不是小胆吗 小胆 小胆 诶 诶 你在这里干啥 擦鞋呀 擦鞋 不是 你不是在上班吗 你擦鞋 哦 我上班我就为了卖这个清洁的嘛 清洁 就擦鞋的 清洁鞋的 不是 你给我看一下 小孩别给你看了 不是 我以为你是 你看这大热天的 你在这外面就是 就这个工作 你这个 还好了吗 不知道干嘛呢 不是 你 你一个女孩子 就是为了卖这个东西 然后去 帮别人擦鞋 我觉得擦鞋没什么的呀 能卖出去就好了呀 那你看这周围对吧 又没有什么人 你这个 待会儿人就多了 待会儿他们吃完饭的呢 他们出来散步人就多了嘛 那你这个一个月能卖多少啊 没多少 可能够生活嘛 那你干嘛不去那个人多的地方 像那个商场啊对吧 那个大型的小树里面去啊 就是去上轮给他 就是 你这个也是要给人家做实验是吧 就是擦给人家看 擦给人家看啊 看到效果了 人家才会买吧 对吧 你都没看到 人家看不到效果 干嘛要买呢是吧 我想你为我提前一心 然后 然后 反正 而且像厂里面他们又 商场里面他们又 不让板会赶我们走 原来这样的呀 对呀 不然你看里面 超市里的还有 商场里都有空调 谁不想去 可又没办法吃 我看一下你的手指东西了 好啊 你这买手指东西了 好啊 好啊 大型有没有味道呢 味道黄啊 要不然我买点 可以 我拿回去高一点 都倒掉不了了 你拿点高一点了 好了 我帮你介绍这些 好吗 行行 也不容易真心 看呗 这样不就买出去了吗 不是 我是觉得你这个太辛苦了 你看这大热天的 而且 我看今天 今天还好 今天天气的话 估计要下雨 哎 终于下雨 不然到热时了 所以我就觉得 你看 只要你 你舍得就是去做 他就会 就有人看得到吧 早点下班了 下班吗 对啊 快了快了 快了 他这个怎么说 就是你下班了也可以做 只要有人 你就可以去尝试一下 是这样的 是 嗯 嗯 你吃饭没有啊 没有 他还没回家 那要不这样吧 既然 在这里碰到你呢 嗯 咱们去吃个便饭 我待会就送你回去 你看这天 对吧 要下雨的天了 方便吗 肯定方便啊 肯定方便 你看我在这里 对吧都能遇见你 是吧 这是缘分 你怎么会在这遇到我 我都完全没想到 我去那边办点事情 然后我就说看这个人有点像你 就刚才在那边呢 走吧 我带你去吃个便饭 那麻烦你了 又让你破肺了 没有 走吧 来小仔 你看一下要吃什么菜 自己点 我点嘛 对 你点点菜嘛 我点个炒泵尾嘛 炒泵尾是吧 对 好 就没了 没有 我觉得够了呀 我们两个人吃 不是 咱们两个人只是一个酥菜肯定不够啊 再点点点嘛 点几个 点几个 我不知道点什么 然后我快等一下就浪费了 你点嘛 然后我觉得 够了 那我来点哈 好 我就点几个 点几个 点几个你喜欢吃的吗 好 那我来安排了 好 诶一彤哥 诶 怎么了 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可以啊 你说 就是你说 咱们俩就是年龄相反 那你之前谈了几个女朋友 你干嘛想到问我这个问题 就突然想问一下 好奇一下呢 其实 怎么说呢 我跟别人讲的话 一般都不会有人相信的 因为我之前成绩不好嘛 很早就出来工作 然后后面创业嘛 要忙就没有谈过你 那挺好的 那后来呢 那后来呢 后来就分开了呗 反正也就这样嘛 那 怎么了 就是你们 就是你们 是什么原因啊 分开的吗 他家里人不同 一般 就觉得 好像觉得我们家 就不太完整 然后 他条件那么好 能够当活不对的 不是 这都什么年代了 现在还有人 有这样的想法呀 我得的挺正常的 你不要这样去想 小赵 这个只能说 是他没有那个福气 还有他 他没有那个福分 反正都过去了 不想到 对 过去了 吃饭了 吃饭吃饭吃饭 吃饭吃饭了